一双大钱的轻松四颗鳄鱼皮 这并不是什么大号西骨虫 这是海底一种叫做大王巨族虫的生物 不过要说它是大号西骨虫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说常见的那种西骨虫 或者叫它巢虫 实际上学名叫鼠腹 并且都是节肢动物们生物 只是看起来像是昆虫 人家的亲戚可是螃蟹和夏 而大王巨族虫也是这个分类里面的 所以要叫它大号西骨虫还真没什么问题 当然大王巨族虫还有个亲戚 也是我们介绍过的 这就是缩头鱼狮 专门吃鱼舌头的生物 并且是唯一一只的 可以真正取代宿主器官的寄生虫 简单来说呢 就是缩头鱼狮 会寄生在鱼的嘴里 吸收鱼舌头的营养 等于蛇因为营养不良萎缩了 再取而代之 自己当鱼的舌头 而这三位兄弟虽说是亲戚关系 但是重量级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了 大王巨族虫最长能长到50厘米之长 一只半米的旁上大雾 还长着密密麻麻的脚 不意捂着大钳子 等昆虫恐惧症患者 看见了爬射当场事实